來 感謝祢給我們有機會 可以敬拜祂 讓我們安靜 為我們的新聞一起祷告 主 我們感謝祢 給我們有機會 可以回到祢的店中來敬拜祢 主 我知道這是我們的福分 主 我們也要讚美祢 我們感謝祢 抱手看過我們的每一天 主 祢不但拯救我們 祢還賜下聖經來規正引導我們 主 願祢開啟我們 使我們都愛慕不經意愛慕祢的話 讓我們每一天都從祢的話園裡面 知取恩典 能力 智慧和力量 也是我們的眼睛得以看見 能夠行在光中 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 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阿們 我們唱在美詩歌《寶貴聖經》 音樂 河東奉寶貴神上聖經 上岭我许写者 追缘军会如荡昭明 道我走向天平 我心有愁 心过离骨 上天使我鼓鼓 给我上岭 心让光明 下落我无尽有尽 愿神如月 神经如花 照我走向前方 下落我 直到我前 永恒去 更加交接明亮 天空姐妹平安 平安 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来读十篇 第一百篇四到五节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尊重他的名 因为他爹的花 能够一扇 他的慈爱 成到永远 他的信实 成到完蛋 我们一起来读十篇 敬拜龙药王 他死定他 祝你 ということで �人 over 希望能保障 荣誤是何後年 歌頌永恒愛 主全能自來 我能歌頌在 望迴世主皇 穹草世主賣 滿足的天秘雲 當作主沙山 彌漫暴雨風光 深藏主如今 神何能聽說 祝全無恩情 祝世風吹鼓 祝世光照明 祝世草山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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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祷告 三个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将你的众儿女 再次带领到你的圣殿当中 主要不是我们 爱你 乃是你先爱的我们 不是我们愿意来 乃是你的光引领着我们 到你的殿中 主要当我们有了你基督的生命 这世上的财富 世上的福乐 不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也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我们知道在你里面 有那更永恒的美好 主啊我们当人若 赚了这个世界 世界上所有的财富 今生一切的美好 若我们没有主耶稣 做我们生命的至宝 我们仍想飘渺烟运 主啊求你激励我们 使我们再次跑那 为那将来 积累永恒的财宝 让我们的今世 为着那永恒的将来 而努力奔跑 主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这一群 是独具的名不列在外面当中 我们这一群儿女 是你重价所赎出来的 主也说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 有那永恒的盼望 我们为那不震动的国 而奔跑而努力 主也激励我们 感谢你改变我们的人生 感谢你 让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 和世人不同 因为有你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也愿意引导我们 接下来的敬拜 使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 谦卑受教 聆听你的话 感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好 请大家坐下 请坐 我们用使徒信经 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起 我信上帝 全能够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允 由同志与玛利亚所生 在本六比拉多圣下受难 被领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零间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身边坐在全能够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神为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同 我信罪得胜免 我信圣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好 我们 接下来用其应的方式 来读 主言完美 我先 第一段 大家第二段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于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信实正直 能败伯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晰 能明亮人的掩护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 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 真实全然公义 多比精致可羡慕 切得极多的真心可羡慕 比予一样的缘 也切得极多的真心可羡慕 尚年人用什么捷径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 我信心询了求了你 求你不要叫我贴力你的命令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诗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多则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要属神人的理 可得以完全欲美美 是这样的善事事 好 我们接下来有诗班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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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о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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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意清晰光传十人 奇妙生命之道 赦罪提论带给了你 奇妙生命之道 为何救助耶稣 是我成生的书 奇妻主道 美妻主道 神明之道奇妙 奇妻主道 美妻主道 神明之道奇妙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唱第一段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提摩他后书四章七到八节 请 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索性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观点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上看得住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他爱慕他显现的人 我们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我们的杨师母 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我们是一群蒙你所爱 也深深爱你的儿子 感谢主 我们以欢乐的心 来到你的殿里 敬拜你 用诗歌赞美 用祷告仰望 也领受你的教导 主 我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愿我们在属灵的悟性上 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 给我们的灵运行 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让我们照着你的真意行 使我们的行事为人都符合颂的恩 主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 完全交托在祢的手中 愿圣灵开到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靠主得胜 遵行祢的旨意 做祢喜悦的儿女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请在我们同宿主祷为 我们在天上父 愿意多尊你的名为神 愿意的国降临 愿意的义行在地上 如同现在天上 我们人有的一世 今日是有的 免我们的代 如同我们免得我们的代 不叫我们遇见世爱 救我们多利凶恶 因为国度 全力 荣耀 全新的 直到我们的阿们 阿们 请坐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 是人生的组建 刚刚我们一起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 这卷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期间写的 保罗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世界 所以提摩太后书 这封书信也可以称为是保罗的临终遗员 保罗知道自己不久将要离开世界 他平静地面对死亡 他也满有信心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他知道自己的一生是忠于主所托 他也知道他将得到基督的掌赐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有三句话 是保罗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到第八节的话是他坚信自己要得到基督的赏赐 保罗是我们的榜样 那我们一起来思想他的人生的总结 我们也从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来得到启示和帮助 保罗总结他自己人生的第一句话 是美好的仗打过了 弟兄姊妹 人生就是打仗 你这一生不是打胜仗 就是打败仗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日子 就好像上战场 在提摩太后书两章三节 也勉励我们要好像基督耶稣的经病 让我们在人生的战场上打胜仗 弟兄姊妹 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那就是得救并不等于得胜 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白白的得着了救恩 因着信我们就能得救 但是我们信主得救以后 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事态 我们的肉身还会软弱 如果我们还会犯罪 如果我们不以真理来武装自己 我们不穿戴基督所赐的全副军章 我们不靠着主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在人生的战场上会打败仗 我们要靠主得胜 像保罗一样打那美好的仗 那基督徒人生的真战 我们打什么仗呢 我们要打三个仗 第一个仗是 我们要和世界上的罪恶打仗 圣经上讲到世界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由指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 也指地球就是世界 还有是指世界上的罪恶 在约翰一书两章十五节 讲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这里的世界就是指世界上的罪恶 我们所处的世界 灯红酒绿花花世界 到处充满罪恶 各式各样的罪恶 以不同的形式来侵犯我们 来攻击我们 来引游我们 世界上的陷阱实在是多 如果我们不以真理武装自己 我们不靠着主一不小心 我们就会在和世界的争战中打败仗 我们和世界上的罪恶打仗 不单单是指外表上 避开属丝的享乐 更要求我们里面的态度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两章十五到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侣 缘和的情侣 并亲身的骄傲 都不是从不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亲身的情侣 都要过去 唯独之行神主义的 是永远长存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其实是从心里开始的 肉体的情欲 是指要满足肉体的欲望为主 不单单是男女情欲这件事 包括我们的十月 我看好多人去吃パフェ 一去吃自助餐 就控制不住自己想吃的欲望 好多人一进自助餐厅 肚子早就饱了 还去拿一盘 满满的一盘 吃到人都值得弯不起来 这是一种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是指渴望拥有物质 以物质为神 追求豪宅 名牌车 名牌包 什么都想要 有人会卖血 去换一个名牌的包包 有人自己的经济条件 勾不上 也要想到执法的 去满足他眼目的情欲 亲身的教貌就是指要夸耀自己的地位和价值 当初蛇引诱下巴 当初蛇引诱下巴 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 都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找手的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是人里面的罪性 那世界上 撒但魔鬼 就是从这个三方面 来引诱我们犯罪 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靠着主来胜过内心的这些罪恶 来胜过世界的罪恶 在和世界上的罪恶争斗的时候 有的时候四周的罪恶很强大 我们会被我们所遭遇的困难而困扰 在这种时候 我们要记住自己的身份 我已经信主了 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那我们来看 约翰一书四章四节 我们一起念的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圣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那在这世界上更大 不管外面的环境 如何的强大 撒但魔鬼如何的厉害 我们都不怕 因为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里面的主 是比在世界上的撒但魔鬼更大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能够在世界的 战争中打胜仗 在人生的战场上 我们第二个战争 是和撒但魔鬼的争战 撒但魔鬼是基督徒的仇敌 他会欺骗人 会试探人 他会说谎 神造了亚当夏娃 后来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 并且吩咐他们说 这个院里所有的果子 你们都可以吃 就是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不能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撒但魔鬼来迷惑亚当和夏娃 欺骗他们说 吃的日子不一定死 神说必定死 他说不一定死 而且你们吃了可以眼睛明亮 创世纪三章六节记者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作食物 也悦人眼眸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的丈夫也吃了 你看 撒但魔鬼就是针对人里面的那种情欲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还有今生的酒 还有那个果子很漂亮 你吃了眼睛也能明亮 这些都是针对人心的弱点 亚当和夏娃就中了撒但魔鬼的计谋 违背了神的命令 犯了罪 撒但魔鬼三次试探耶稣的时候 也是结着物质和诠释的引诱 要耶稣去犯罪 三个魔鬼对主耶稣的试探 也集中在三个很关键的地方 第一就是肉身的需要 他在耶稣禁食四十天以后 这个时候肚子很饿嘛 四十天没有吃东西嘛 撒但魔鬼就引诱他 你把石头变成熟子 主耶稣用神的话来反戒他 主耶稣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对耶稣的第二次试探 是从情感的需要 安全感是人很需要的 撒但魔鬼说 你从这里跳下去 天使来托着你 用这个来试探神 主耶稣又用神的话来抵抗他 主耶稣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撒但魔鬼一记不成 再生一记二记不成 第三次又从心里的需要 来试探神 他说 如果你拜我 你就可以得到万国的荣耀 主耶稣对他说 当敬拜主 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因此主耶稣是靠着神的话 要胜过了撒但魔鬼的试探 那撒但魔鬼也是这样 在实实处处地在试探我们属基督的人 他要教我们按他的方式来生活 他常常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 在我们身心受压力的时候 在我们面对重大的抉择 面对前途不明朗的时候 来试探我们 就像耶稣饿了四十天 他用食物去引用 他用食物去引用 使探我们 引用我们离开神 所以我们一定要今天 不管是在得胜的时候 还是沮丧的时候 不管是高强的时候 还是软弱的时候 我们都要抵挡 撒但魔鬼的攻击 而且撒但魔鬼 他是不甘心他的失败 你一次得胜 不等于你每一次都得胜 你今天得胜 不保证你明天也一定会得胜 撒但魔鬼会一次又一次的来攻击你 而且他会改变形式 今天用这个样子来攻击你 明天又用那个样子来攻击你 所以我们千万要进行 要靠着主耶稣来胜过 撒但魔鬼的攻击 这里录了一段 我们和打仗还有第三个是最要紧的仗 就是和自己的老我来争战 老我就是指我们里面的败坏 我们旧的生命 我们的坏脾气 我们一切的品行不端 一切神所不喜欢的东西 就是老我 原来的我 得救以前的我 我们里面的本性 人们常常有句话说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本性就是老我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改变外面的事物和环境 但是我们很难改变自己的本性 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对的 自己是好的 人内心的交换 自我忧郁感 都是人的软裂 所以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 说你好你总是高兴 说你不好总是不太舒服 人常常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 著名的诗人泰克尔曾经问过大家三个问题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容易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难 世界上什么最伟大 你们知道吗 他的答案是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是指责别人 伸出一个手指 你这个不对 你这个不好 指责别人最容易 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 因为每个人 从小baby到老人家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自己是好的 都是坚持自己想要做的 所以真正真正的认识自己是最难的 当然世界上最伟大的是爱 那我们今天不再讨论最伟大的事和最容易的事 我们就当考虑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就是真正的认识自己 其实人应当谦卑地承认自己的不足 认识到自己身上的曲线 要战胜自己里面的败坏的本性 和一切不合神心意的观念 因为态度 看中社会地位和个人欲望的那种个人利益的自私 主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们都是信主的人 我们都是要跟从耶稣的人 我们都是要跟从耶稣的人 那么耶稣叫我们就当舍己 舍己就是要我们去掉 我们身上里里外外的一切自私的 骄傲的虚伪的自以为是的 追求享乐的凶横的 轻视别人的没有爱心的不行善的不顺服主的等等等等 不管是明显的还是隐藏的所有的过去的在我们身上里面外面的一切的败坏的本性都要去掉 这样才是舍己 这样才是胜过劳我 那刚刚我说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们认识自己 我们认识自己 克制私欲 捨取私利 这才是我们胜过自我 那要改正自己 外面的这些坏的习惯 不好的态度 臭脾气 不太容易 要一步一步来 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 不断的多处改正 不断的多处改正 那你要改掉 你里面心灵深处的败坏 是更加更加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靠走 相辜夫 有一位弟兄 我们教会以前的弟兄 他身上有一个患脑病 赌博 他差不多一个礼拜要去三到四次上赌场去赌 那后来他信了主 他也自己下决心 我要做基督的经营 那当时的时候 在Franklin路口就有一个大巴的车站停在这里 从他家出门 他住在Elka Avenue 出门 转弯 右边是当时我们的教会 再往前走几步 Franklin左转 就是去赌场的大巴 他说礼拜天的早上 他从家出门 走到Coldern Street的时候 右边是教会 左边是去大巴的车 他说 这个时候他心里会挣扎 他心很痒 手也很痒 脚也很痒 他想去赌场去赌 他说这个时候真的是很犹豫 很挣扎也很痛苦 他说这个时候就想起自己曾经在查经班上的时候 当着众人的面 当着牧师的面说过 我要做基督的禁兵 那做禁兵就要打胜仗了 他就唱得胜得胜 哈利路亚 他说我唱着唱着 就到右边的教会去 靠主得胜 这是一个小小的戒指 从这以后 他礼拜天走到管外 他的脚不痒 手不痒 心更不痒 因为他要靠主得胜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在人生的战场上靠主得胜 刚刚我们讲过 人生的战场是跟三样东西打仗 第一个是跟世界上的罪恶打仗 第二是跟撒旦魔鬼打仗 第三是跟我们里面的老我打仗 那保罗他总结他自己人生的第二句话是 就是当跑的路跑进你 人生也像是赛跑 从起点出发 你生出来了 离开的母妇出生是起点 一直跑到终点 就是你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的一生 要跑的是天路 我们一起来读菲利比书三章十三节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放弃退后奴隶面前的 向着六甘子堡 要得神在敬余主里 防守神造为美德的家事 保罗在奔跑天路的过程中 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三件事 一件是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就是忘记过去的事情 忘记过去你的成功 我们的人生 也许在我人生的前几十年 我很成功 事业辉煌 家庭美满 我很成功 你要忘记 免得你自满而受陷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好汉不提当年勇 过去的成功要忘记 过去的失败也要忘记 免得因为你想想 我这个人怎么 一生都是失败 因此沮丧而软弱 有的人破管破爽 要记得失败是成功之门 要忘记过去 我看到今天的我们的单章 我希望真的地上准备 这个很宝贵 在今天单章的第一堂的下面 刚好7月8号的荒木甘泉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这一段很好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也是一个美好的祷告 我们一起念 主啊 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得胜 和过去的失败 过去的荣耀和过去的羞辱 过去的得意 和过去的实习 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经历 忘记十年前的 训练的 上十月的 忘记昨天的 上一个中间的 主啊 求你使我忘记 求你使我做一个财神的人 在你为我做一个财神的人 无疑无疑地 还要养败你 求你使我努力变得前的 使我在你为我做一个财神的人 让我上升至少 在你为我所激发的工作上升至少 在你为我所推定的财神的人 在你为我所推定的财神的人 受胜负 虽然如此 但求你不要被我明天的忠语 来莫着我 我要让你今天 也向我所调私行的财神 主啊 我相信今天有个财神的人 你在天上的财神 为我发振一根 但愿我天天的众手 和我工作 都和你愿意向上我们相互相互 主啊 求你了我的心愿 阿们 这个董古董人美 也把忘记过去努力面前 来跟我们解释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保罗三件事 一件事忘记背后 第二件事努力面前 刚刚的这一段 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解释 第三件事努力 是向着标杆之保 向着标杆之保 有一个目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雪地里 踩着雪走路的经验 我们来美国二十几年了 也经过好几次的大学 我们喜欢 我和牧师喜欢在下雪天出去拍雪镜照片 我们试过 在雪地里你要走路的话 每一次你踩着雪往前走 走了一段你回过来看 这个脚印总不是值的 后来牧师就跟我说 你认准一个目标往前走 不要看着地上这样走 你认准一个目标往前走 再回过来看 这条脚印才是真的 我试了真的是这样 下次有机会你们也试试看 如果看着地上的雪去走 这个脚印总是万万有有 不值得 那你认准一个目标 你去走 不要看地上 不要看周围 认准目标往前走 回过来看 这个脚印才是真的 所以我们要向着标杆指导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越想起我自己的名字 大家看到今天的讲员 是余文慧之物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就叫文慧 那到美国来都要取英文名字 我让牧师给我取英文名字 他就指着马路上 一个单行道的标准 万位 他说你的英文名字 万位 单行道 我开始还不高兴 这里的英文名字好听得很多 你怎么把一个单行道来取出我的名字 他就跟我说 你叫文慧 这个是文慧 谐音 发音很像 而且你是基督徒 你就要一个方向往前 不管弯 不退后 不停等文慧 向着耶稣基督指导 弟兄姊妹 真的 我们都在人生的战场上 巴不得我们一起来完位 向着耶稣基督指导 保罗 他在跑人生的天 跑天路的历程中 他相信自己能得着将来的奖赏 关于奔跑 保罗在《西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也教导我们的经验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托取荣誉残赖我们的罪 承行人赖 奔纳赖在我们枕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行行常 承重的远远赖 我们奔纳赖 向着标杆直跑 跑前刚跑的路 要跑步 首先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我们不能拖着行李箱 背着大背包去跑 我们要各样的重担 通通的放下 还有缠染我们的各色各样的罪 托我们后退的罪 哪怕是小小的罪 都要把它丢掉 有一位运动员 他说他在跑步的时候 在他的跑鞋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小的十块 就是这块十块是他跑步快 所以你不要以为罪小 不管大罪小罪 任何的罪 你都要把它丢弃 那我们才能够 往前奔 我们的目光 不能偏离主 我们要仰望耶稣 我们在奔跑的过程中 如果看四周 如果看自己的脚下 那一定是不能奔走好的 我们要仰望我们在天上的主 靠主带领 向主前奔跑 存心忍耐 在跑进当跑的路 保罗的打仗 第一个是和世界打 第二个是和撒旦魔鬼打 第三个是和自己老我打 那第二点 保罗的总结是跑奔跑 奔跑第一个要忘记过去 第二个要努力变钱 第三个要向着基督 有目标向着基督直跑 那么保罗对自己的总结的第三点 就是所信的道要守住 保罗他不但自己守住了真道 他也勉励信徒要守住真道 他不允许任何的异端和错误的教训 来损害基督徒 当时哥林多教会当中 有人不相信基督的复活 保罗为此激烈的争辩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当时加拉太教会当中 有人受了迷惑 保罗也责备他们说 无知的加拉太人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已经活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到哥罗西教会当中 有人用不合真理的学问 来主张要服从私俗的规条 保罗也及时的提醒他们 我们今天哥罗西书两章八节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希望的光源 不造成基督 乃造成人间的遗传和思想的小学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现在 现在也是这样 在佛拉星的街头 缅阶上也很多 有我们教的 有耶和华建政人的 在各个教会里面 有从大陆来的全人城 耶和华建政人 这些异端 他们嘴巴里面也是跟你说上帝 也是跟你说耶稣 但是 你仔细的去辨 他们说的都是违背圣经的 一个基督徒对于真道的认识 是从听道开始的 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在我们成长的经历上都有五步 第一步是听道 第二步是信道 我们听了道 我们相信了耶稣 然后我们要行道 你不但听了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行出来 这是行道 行道以后 我们还要传道 把福音传出去 并且我们要守住真道 这是五个很重要的步骤 听道是从信道来的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那基督的话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 礼拜天我们来教会做礼拜 我们在这里祷告 我们在这里唱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听道 那听了道以后 因着圣灵的感动 你觉知了信主了受洗悔改受洗 得着了新的生命 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既然你已经因着听道而信道 你因着信道成为一个新人 有新生命的信人 那你就要有新的行为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你有了行为 你还要去传道 传道不单单是牧师传道人的责任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传道不单单是用嘴巴讲 在讲台上来讲信息 来讲圣经的话语 更加是我们每个基督徒 用自己生命的改变 来活出好的见证 来传扬福音 当别人看见你说 这个人是信耶稣的 所以他这么好 那就是用你的行为 见证了主的荣耀 也是传扬了福音 当跟你接触的人说 他是基督徒 怪不得他这么好 那就是你在传福音 这个都是我们每个基督徒 要注意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每一件小事上 我们都可以去努力的行出道来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行为 来传道来见证主的荣耀 当然我们要持守真道 我们要有便秘是非的能力 我们要谨慎 要精心 我们不要受迷惑 我们第一要参加教会的聚会 听真道 我们要参加教会的查经班 我们要每天读圣经 我是在这一次参加夏令会以后 孙牧师把我拉到 真道教会的查经班的群里面 我每天看到弟兄姊妹在群里发 我已经读哪一卷书第几章 哪一卷书第几章 我的心里真的是很高兴 弟兄姊妹在神话以上的追求 就能够有失恋的能力 就不会被这些异端邪术来弥合 同时我们要祷告 要求神赐下圣灵 让我们能够提高失恋的能力 这个邪灵的工作很厉害 我记得两年以前 我有一次我分享信息 下去坐在这里以后 就有一个女的就走过来 师母啊你讲的讲得真好啊 我很受感动 讲了一大堆各位的话 那我的心里马上就有个声音提醒我 要警惕 要警惕 撒旦魔鬼的工作 他来说你好话 捧你 把你抬得很高 然后他就说 我们有些姊妹 我们在家里有个聚会 要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领受 什么什么 要我的电话 要我的地址 我感谢主 来美国以后啊 我学会了一件事 那就是说no 我们中国人好好面子啊 人家跟你说什么 大好意思拒绝人家 那其实在这种时候 你自己脑子要清楚 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们这个聚会 需要教会的帮助 你跟牧师联系 我暂时我是没有考虑去 教会系统以外的团体 我暂时是不考虑去 他说我们一起查经 我们一起分享 还一起吃饭 我也知道 有的教会里的姊妹 就这样被他们拉过去了 有 糊里糊涂的脱离了 按圣经走 按真理走的教会 跑去外面邪道 这个实在是太可怕 打圣章被打 打败仗 被他们都拉过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 有一个警贴性 也要学会说 NO 你如果自己拿不住 那就请教牧师 我们牧师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一书四章一节 亲爱的律师们 一切肯定 你们不可可信 总要是 要带着您 自修律师上的术师 因为死上有去多 将天子经历成出来的 我们要求神 保守我们 十四所能道 基督徒的一生 是一场征战 对外 我们要与邪恶的撕裂 征战 对内 我们要与四叹 来抗盆 基督徒的一生 是一场敬善 我们要保持灵性上的 最佳的状态 以全部的精力 来奔赴终点 基督徒的一生 是护卫 持守真道的一生 我们要在信仰上 站立的文 忠于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成就主的旨意 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保罗总结人生的三句话 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他所留下的榜样 是我们应当一生追求 一生努力去学习的 保罗他明明知道 自己已经走到 人生的最后的阶段 他能够平静的去面对死亡 因为他知道自己 是忠于主的 他满有信心 也满有把握自己 一定能够得到基督的赏赐 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说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他不但明白自己 会得到天上的奖赏 他还说 这个冠冕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他是鼓励提摩太 也鼓励我们 弟兄姊妹 我们是不是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 是不是 是 那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 打美好的仗 跑当跑的路 守住我们应当守所信的道 那么我们也能得着天上的赏赐 因为我们也是爱慕他显现的人 让我们在世的每一天都精心预备 让我们每一天 我们一起说三件事 打美好的仗 跑当跑的路 守住 守信的道 那么将来我们一起 一起得天国的奖赏 以及说天国的奖赏 感谢主 大家请起 我们唱回一诗歌 《生命之道》 请你起开 行与我的歌唱一詞 请你起开 行与你的歌唱一詞 让我感觉是发为你 奇妙生命之道 生命之路对方 叫我吸收真道 谁在主道 美在主道 生命之道 奇妙方方 谁在主道 美在主道 生命之道 奇妙 不如来再多上一次 奇妙生命之道 让我感觉是发为你 奇妙生命之道 生命之路对方 叫我吸收真道 谁在主道 美在主道 生命之道 奇妙方方 谁在主道 美在主道 生命之道 奇妙 感谢主 大家请坐 谢谢杨师母早上的信息 我的孩子早上来到教会 她拿到这个单招的时候 她跟我讲 她说 妈妈 今天杨师母这个讲的信息 讲得到 好老哦 我说 你什么意思啊 她说 我的人生才刚开始 就给我听人生的总结 我说 你真的很有福气 因为你在这么小的时候 就知道人生正确答案 你有了人生唯一的答案 你有了这个标杆 你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所以很感恩 我们要把孩子带到教会当中 因为她的心里 我们知道一块田里面 她如果不中庄稼 她一定长杂草 但孩子的心里 如果不把真理的道撒在她的心里 她一定被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罪所冲满 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看到各种各样的同性戀 变性的 骑装衣服 各种各样的罪 当各种诱惑和试探在她里面的时候 她里面有神的道 她有时候难免可能会跌倒 但她有人生的标杆 她起来继续逃 因为神在她的里面 神的道在她的里面 她有光 圣灵在她的里面指引着她 所以我巴不得大家都把孩子带到教会当中来 因为她能够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 她可以少走很多的欢容 到有一天我们见到神的时候 神会称赞我说 你当走的路你已经跑近了 索性的道你已经守住了 公义的冠冕给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做妈妈的 孩子做孩子的 我们做各种各样施工的人 我们就会很欣慰 我们在这有限的年日里面 成就了那永恒的美好 我们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请肢体上来 这会儿 这是一个一段时间 我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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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来 我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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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你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国 我们感谢你 要祈求你引导我们走正道 让我们可以守住所幸的道 让我们一生可以跟随你 敬拜你 並信向祢的祝福 這是爭光教會 每個弟兄姐妹甘心樂意的奉獻 願祢願納保守 我們每一天工作生活都可以平安順利 感謝讚美主 榮耀貴神 祷告是奮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有沒有第一次來到我們中間的朋友 好 請你站起來 歡迎你 簡單的介紹 您叫李錫 我們第一次來到的教會 原來有聽過福音嗎 是基督徒嗎 不是 我們歡迎你 叫李錫 我們歡迎你做長大的福音 好 還有沒有 好 我們拿起今天的福音單章 我們在教師分享的第二項 在八月份的第二組 十一號 我們有一個燒烤的活動 如果大家願意 請在我們十一號的時候下午場 和我們一起去長島 第三個是 腳聲有一個舉顧籌款的活動 我希望大家也能夠參與 這樣腳聲的支持 這樣腳聲的服飾 如果大家有志 請和我們的這個蘇丹娜遊戲 蘇丹娜就在我們艾迪的旁邊 對 你找她 可以按著心意 奉獻自己一點點的款 我們接下來有楊師母 為我們做祝福的禱告 請大家起立 我們領受從上來的祝福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靈保惠師的感動 從今直到永遠 都與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同在 Amen Amen 請就莫當聖會 詞曲 李宗盛